与其交通意外,这是绿软航空这架编号B17918的班机 原本上午11点45分从金门飞往台北 但是起飞之后不久就发现 一标版的刹车讯号出现了异常状况 疑似止滑气故障,立刻折返上一机场 飞机上总共142人 经过调查发现是内部的线路短路所导致 但是故障一时间无法排除 旅客被请下了飞机,返回后机室等候 绿软航空也立刻紧急调度了另外一家航班来协助 在1点30分搭机离开 而旅客的行程被迫延后将近两小时